姜濤的中学生会报道 上一节就讲完一些海外的新歌支持度的消息 今次就讲回本地的成绩 因为本地的成绩就叫做很多 刚刚一个礼拜 各方面的数据刚刚才开始出轮 但是不要紧 虽然说刚刚开始出轮 刚刚才都为你报道的 搜集在香港最主要的13B 这个岩柴的新歌的消息 还有有关的成绩是怎样 跟大家一一句跟进一下 因为始终我们如果是在香港的姜濤 我们一定要 我经常都讲了 基地就在香港 姜濤就在香港发迹 所以很多这些消息和成绩是需要大家香港的姜濤去知道的 好 开始这段影片之前请大家赞好这段影片 还有留个言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可以 最重要是课金支持 好 事不宜迟 立即讲了 因为都很多东西讲 好 讲了 《岩柴》这首歌就刚刚出了一个礼拜 各个音乐平台的成绩就开始陆续出了 因为其实除非有特别的事项 否则通常一首新歌出的时候就会在接近一个礼拜 就会出首周的成绩 是最重要的 可以牵涉到它之后的成绩 究竟的趋向或者面向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先看看各方面的成绩 好 那就先看看串流平台 好吗 串流平台 串流平台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串流平台基本上 让我先看看 串流平台基本上就有最主要三样东西 就是Apple Music 、Spotify 和KK Boss 因为我们看到的数据就大约暂时出了这几个 其他的我还没看到 在首周的成绩 Apple Music 就是第二位 Spotify 就是第四位 KK Boss 就是第一位 厉害 估不到 估不到 我自己有点估不到 我猜不到Spotify 会是第四位 KK Boss 反赢第一位 Apple Music 第二位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首周的结果 暂时我在做片的时候看到这些消息 三个就有不同的层面了 其实我想大家姜唐都知道 有时候有些数据成综合报道 他就着现在的成绩表 首周来说的冠军歌曲就一定是岩蚱的了 很明显是的 但是当然当中就没记住YouTube那样东西了 那我们稍后就再去进行分析 KK Boss 这次第一位就得意了 似乎看回数据来说 这次KK Boss 有大量的姜唐 是去投票点击 因为为什么可以发现到这些情况呢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有趣的 在那么多的姜淘 Group 里面 我自己看到有很多人分享KK Boss 的连续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听众 在你们自己满身的姜淘 Group 里面 究竟有多少人分享KK Boss 的连续 但起码在我高登仔参与 我每一天都有去加入一些新的姜淘 Group 证明之中其实有不少的 不少的人分享KK Boss 的连续 甚至是大家估计进去KK Boss 里面 去点击赞好 这件事是有趣的 因为这件事就这么说 KK Boss 这么多年以来 Anson Lo 的成绩一直是好的 但当然我们就不得而知 究竟他当中的计分制度是怎么样 就像江振郑一直说的 人家的比赛是人家定立规矩的 他可以说 我假设一个例子 他可能一个人 他订定了99%的票数都可以的 这个事情是没得说的 因为这个是人家的比赛 你只是选择 玩还是不玩而已 所以KK Boss 里面 以往来说 很多时的成绩表 A.Anson Lo 的成绩是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 发动一个支持 支持就是说 姜唐就尽量进入 尽量去进这个KK Boss 里面做点击 日夜点击 第一就是这样听 老实说 你拿个蓝牙耳机 拿一部手机 最重要是一样东西 Loop 歌其实是有方法的 就是你Loop 完 《岩蠢》这首歌之后 就麻烦你 Loop 第二首歌一下 Loop 完这首歌 就再Loop 完《岩蠢》 这样才会cancel 你不能够把《岩蠢》这首歌 不断重复 又重复这样听 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未必真的会出到一个点击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点 所以我就在这里看回 很多人分享KK Boss 的链接 我不知道究竟是KK Boss 自己做宣传 还是姜唐反思就说 我们想把最后一片神徒的乐土都霸佔了 神徒的乐土都霸佔了 所以大家都去踊跃 也都反映到结果的KK Boss 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就去看到 这次KK Boss 这次KK Boss 结果 反而我自己有点意外的 意外的就是Spotify 但是Spotify 的成绩就是 就是清得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之外 因为《岩蠢》这首歌 在KK Boss 的点播率 就是只有第四 我觉得我都很惨意 老实说 因为Spotify 都是这样说的 一向都是姜唐的一个集中支持地 对于姜唐的成绩 一向Spotify 都是拥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很好的成绩 所以这次就真是很奇怪 然后我就仔细看那些分析数据 就在说 除了头几天之外 其实跟着那几天 我的点击都是一般的 我就在想一样东西 就是 有时候可能姜唐 未必分身得到 就是因为 我只可以这么说 Spotify 和 KK Boss 的 串流平台的性质和介面 是相似的 相似的 就是当你连续完这首歌之后 你未必是会立刻跳到 另外的app去听同一首歌 但是我自己经常都有建议 一样东西就是说 喂 其实你们可以这样的 你们可以是说 你现在就听一次Spotify 的一首歌 跟着就再听一下其他歌手的歌 不是 其他歌 即是姜唐的歌 你不要做一个错误的方法 就是你连续完Spotify 跟着就再连续KK Boss 连续完KK Boss 就再连续Spotify 你以为这样选一选 是可以 count 到那个点击率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在于apps 来说 它都是当你是一个重听 当你是一个重听 所以在某程度上 未必会真是增加你那个数字 所以大家要留意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的 所以有些姜唐是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不会互换apps 所以就一直 我听开KK Boss 近段时间可能大家鼓吹听KK Boss 那我就听KK Boss 就忽略了Spotify 所以我就要播这些数据给你听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Spotify 是姜唐稳打稳窄的一个地点 就是一个稳打稳窄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就是经常说 姜唐出作品的时候 就不要 就是不要弄在一块 要不然有时候姜唐会固齿失皮 就是会 会miss了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最佳的例证 就是当大家 大家去loop这个KK Boss的时候 又会忘记了loop这个Spotify 这个是正常的 我都只能跟大家说 正常的 所以 所以大家是要秉持那个 秉持那个叫做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原则和坚持 是不是 就是 如果你问我 那我当然觉得 其实Spotify 我的板块是重要一点 是不是 在说一句 是不是 Spotify 你讲的是本身是姜唐的 叫做 基地来的 是不是 就是那个 无论点击率和支持率 我那里都是远胜其他歌手 还有 很多年度大奖都是Spotify那里 就是 跌出来的 所以大家都是在说 就是要留守这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 中工新的地段 不是说不行 就是我们都想帮阿姜 开拓多些新的平台的成绩 好成绩出来 但是 有时候有些东西 就是两只手就是这么多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容易分配时间 有时候 有时候未必好像公新仔 那样把时间全部推下去 但是 不要紧要的 可以做的 大家留意这件事 好了 接着就 到Apple Music Apple Music 就是在说 Apple Music 就是在说第二 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 我自己觉得 第二位 他就是 叫做 刚刚上榜 一个星期 所以其实 这个是没什么特别 就是你说 如果Apple Music 突然间 跌到第十位 那就是难说 但是 其实这次也是一个正常发挥 所以 大家在Apple Music 都没什么特别去 没什么特别去 就是 需要说这些东西 好了 反而一个 重要的一点就是 YouTube YouTube 就未公布了一个 串流 串流成绩的 但是 其实你就这样看而已 纯粹 就这样看 就 都 有趣了 有趣了 因为 眼差 这首MV 在高登仔做片的期间 就 刚刚 就 刚刚 就过了 90万 刚刚过了90万 如果没有被人 減view的情况 刚刚过了90万 那 就 高登仔 都 真的 高估了 高估了 大家 姜唐对于这首歌的 支持度 我都高估了 就是我自己估计 就是我前日 还是昨天出了片 就说 我自己都估计 看会不会 一个星期 就是在 今天的 八点之前 就可以过到一百万 那 很明显 是不行 就是我相信 我做片 其实都硬 我相信在八点之前 就是 现在都还有几个小时 我相信 是不可以超过到一百万 那 就是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警号 就是我相对 就是几个的比较 就是 你比较回 就是 跟那个 Dummy 和陶 陶呢 其实大家在说 他的声幅 甚至是比陶更加差 就是我自己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给了一个 事实的数据给你听 就是 那时候 陶这首MV 被大家吹捧为 是一个Dance Version 大家不用博去听 就是 就是 不用那么努力去听 就是 等日后的 新 Version 出才能听 但是 当然是 高伯仔都已经一早 跟大家说 是 是不会再有 Version 出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大家就等个正式 Version 出 那结果就等到 等到 现在的点击率都不行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说 图这首MV 就算是 说 现在都未去到300万 都是290万 培回 是不是 就是290万 培回 它是说 8月24日出的 说是9月 10月 11月 3个多月 已经3个多月了 已经3个多月有多 都还未破到300万 所以 就真的 我都不懂得说 就是这件事 就是 只可以说一下 被人误渡了 就是 整天说 不是Dance Version 那样 想当年 谁说 这个不是一个正式 Version 就麻烦他出来 叩头认错 就是 但是这个 也都不是低传 微算低 就是当年 就以为 这个也是一个个别的例子 就是 点击率低 可能被人误渡 但是原来不是 原来 你在说 这个 这个 岩蠢 岩蠢的NB 就更加 恶劣的情况 就是 如果相比同期 图的升幅 岩蠢 是 低的 是低的 就是 现在在说 一个星期 我相信在我出这段片 就是 当晚8点钟 我敢说 我敢说 就是 如果以这个 我升幅比例来说 是真的 一个星期 都过不到100万 一个星期 都过不到100万 其实 我的影响力就会在 我的什么影响力 就是说 现在开始 有些 姜涂 group 有些姜涂 group 有些姜涂 group 就开始 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喂 姜涂 刚刚出完 那首图又不行 今次出这一首 岩蠢又不行 似乎那个人气 下滑着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 是 没有那个 能够 胜出的 机会 大家又不喜欢 淘 又不喜欢 岩蠢 那样 但是 当然这些 是有些haters 说的 那 我想 整个过程 就是 我之前我自都说了 为什么大家对于 岩蠢这首MV的点击率 出现了这么奇妙地低的情况呢 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 我刚刚有分析过 我都不再说了 不过 我想在此 我都真是想 勸勉大家姜涂 就是勸勉大家姜涂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有些不开心 只不过是 我觉得姜涂 是不是应该要再 再放下一下自己的心悸 就是Kiss 或者Kiss 或者跟Tammy 那些绯闻也好 也好 是需要去 尽力去看下 岩蠢这首MV 就是因为 就是叫做 之前已经大家 就是我的hater 大家 就是已经说了 刚刚有了第二套戏 刚刚有了第二个 第一套戏的声势 延续不了下去 我的天堂城市 嘛 那就令到我的天堂城市的 飘防 是不是 到现在都不过一千万 是不是 甚至是给 Anson Law那一套 《阳云低》 那当然这些是我的群组说的 那 加上 涂的MV又不行 这首 岩蠢的MV又不行 那结果各项的低的数据呢 就造成了 那些 那些 姜濤的弱势 的言论就出现了 那 而这些 这样的言论一出现了呢 就 有时是 很难去 去扭转和解释的 就是难道你 和外面的人说 哦 姜濤不喜欢case 姜濤 误会了图这个MV的Dance Version 姜濤 我到新戏 因为只有三分一戏 所以姜濤就不去看 那些 这些只可以我们自己为来解释 但是对于在外面一般的网民 市民来说呢 就是觉得姜濤没有那么多人支持 就是这么简单的立论 他们自己觉得 是吧 所以 我想从一个最新的做起先 起码在岩蠢的MV点击率 起码提升了一些 我想相信可以 即现在都未迟的 为时未晚的 可以帮到姜濤的声势 做回来就是这么多了 就是这样 好 那大家就考虑考虑了 那今集姜濤的综艺报道就是这么多 下一集回来 我们继续